瘦子腰太细怎么办 有的瘦子的腰甚至比女生还要细 看起来就像主感一样 若不禁风 毫无安全感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腰练出一点 男友力更多一点呢 方法肯定是有的 这期视频我们来看看要练哪些动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卓书 这里是瘦子珍重的百科全书 要解决腰太细的问题 并不一定要把腰尾练出 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奇怪 我们先来看看这四种身材分类 小胸围 小腰围 这是我以前的照片 也可能是你现在的身材 腰围这里确实很细 我记得以前量过 应该是54厘米左右的腰围吧 挺夸张的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这里不能只看腰围 还要看胸围这里 几乎也是跟腰一样细 没有胸肌 没有背阔肌 上半身几乎没有肉 臀围也一样很细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叫水桶身材 较水管身材比较合适 三位都很细 所以才会看起来像马杆一样 若不禁风 好 问题来了 腰围练出 就能够改善我们的身材吗 我们来看看小胸围 大腰围的身材 如果只把腰围练出的话 胸围和臀围尽量不要改变 就会出现这种身材 腰腹部分确实是膨胀起来了 肚腩都出来了 但其他部位依然还是很瘦弱 这种细口身材不仅没有得到改善 还多了一点中年油腻腩的味道 成为了一条中年的老狗 你不会告诉我你想变成这样子吧 所以腰太细这个问题的关键 其实不在于腰围有多粗 而在于腰部的上下的维度有多粗 不幸的话我们来看看下一种身材 大胸围 小腰围 这不就是最标准的倒三角身材吗 有的练得很好的老铁 还会专门去练个真空腹 尽可能的让腰围更细一些 这样才能显得其他的部位更大一些 虽然他们的腰部确实很细 但是没有人会觉得他们的腰太细太弱机吧 反而会觉得这种身材很匀秤 很好看对吧 所以腰太细怎么练这个问题 其实就这么解决了 不用去练腰 而是去练胸 练背 练臀腿 把大肌群练好了 细腰反而是一种优势 相反 大肌群不练好 就想着把腰围练出 是永远都摆脱不了细狗的标签的 当然也会有人问了 如果在大肌群练好的情况下 腰围再粗一点会不会更好呢 你说的应该就是这种大胸围 大腰围的身材了 这种身材一般在格斗 足球运动员 这些需要强大的腰负核心力量 那些条全身的运动的延伸上很常见 这种身材显然是充满了力量感的 但是从美观的角度吧 我觉得和倒三角身材相比 还是稍微差了点 但这只代表了我的个人审美 不代表所有人 所以如果你确实很喜欢这种身材 确实想要把腰围同时练粗一点 OK没有问题 下面就给大家几个 增加腰部维度的方法 第一 增加腹重 练压腹的动作其实大家都是会的 各种卷腹啊 抬腿啊 转体啊 挺身啊 都可以练到吧 问题是 你有没有发现 你练这些动作的时候呢 基本都是徒手在练 而且每组都是20个起坐 体力好了 直接做50个 100个 大家还记得这个力竭次数的对照表吗 如果你想要增加绝对的力量 就要用1到6RM的大重量 如果想要增加肌肉的维度 就要用6到10RM的中等重量 想要增加肌肉耐力 就要用13RM的小重量 那么请问 每组20个起的徒手卷腹 是哪个重量范围 主要增加肌肉耐力的小重量 这个很好理解 练肩肥体系的人 追求的都是倒三角身材 腹肌也要练 但是不能练太大 甚至要刻意控制它不要变太大 但又要练出完美的线条 所以小重量高次数的训练 自然就是首选了 但是腹肌和胸肌背肌一样 也都是肌肉啊 也都是适用于这张力竭效果对照表的 你要想要把腰围练出嘛 就需要练大腰腹肌群的尺寸 那当然就要优先选择中等重量这个范围 效果才好 所以不要再徒手卷腹了 在充分热身之后 可以抱着个哑铃做卷腹 可以借助龙门架的绳索 做贵枝负重卷腹 总之就是想办法把你的腹肌训练 控制在每组6到12次就粒解的范围内 在增大尺寸方面的效果 会比徒手做每组几十次要好很多 第二 腹外斜肌 练腹肌大家的焦点都是在前面的腹直肌上 但其实两侧的腹外斜肌体积更大 而且长在身体的两侧 能让腰围看起来更显宽 腹外斜肌应该怎么练呢 这块肌肉的功能 是按腰部进行侧倾 侧旋等动作 所以像胶剔卷腹 侧卷腹 杠铃侧旋 还有这种侧提杠铃片 都能练到腹外斜肌 但是这些侧倾侧旋的动作 是不太建议上太大的重量的 毕竟这里是你最脆弱的腰椎 一不小心扭着了还是很危险的 所以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更安全 也更有效的动作 农夫行走 双手握住你能拿得动最重的牙铃 先挺直腰背 身宽站直把牙铃提起来 然后主动用力收紧你的核心 开始往前走 走的全程也要继续用力收紧腰腹核心 如果你的握力不行 腰腹还没有感觉就抓不动了 可以买个握力袋辅助一下 就会抓得更稳 走多远呢 就一直走 走到你的腰部很累了 感觉控制不住了 就停下来 注意在下放牙铃的过程中 也要用深蹲的姿势 收紧核心 躯宽缓缓慢 蹲下放下牙铃 不要腰部一下子松掉 弯腰往前放 这样子是很容易受伤的 每次做三到四组就好 脊轮下来腰腹核心是很有感觉的 这种训练 练得不仅仅是腹外斜肌的维度 对整个腰腹核心的力量 也会有很大提升 在你去打球 越野 玩其他运动的时候 都会感觉腰腹很有力量 整个身体的控制会很稳 是实用性非常强的训练动作 第三 背阔肌下部 背阔肌长在身体两侧 其中中下束这部分肌纤维 恰好处于腰部两侧的位置 这部分练好了 就会像李小龙正斩背阔肌这样 不仅背部也显得很宽 腰部也感觉挺宽的 腰背融为一体了 所以把背阔肌练好 对腰处是很有帮助的 背阔肌下束纤维怎么针对训练 练背的时候 把肩胛骨往两侧展开一点 稳住 再让动作的轨迹靠下一点 幅度大一点就好了 利用俯身杠铃划船这个动作 如果你拉起杠铃的位置 比较贴近胸部的话 而且肩胛骨还很主动的往后收缩的话 那么中背部斜方肌这里 会被主要练到 两侧的背阔肌受力是比较少的 但如果控制你的双手 让杠铃划一个大弧线 落在大腿根这个位置 而且肩胛骨一直保持在 两侧摊开稳定的状态下的话 背阔肌 特别是下束的肌纤维的受力 就会明显很多了 这个技巧 是可以运用在几乎所有 划船类的动作当中 大家自己举一反三进行应用吧 好了 腰部练出的方法就这么多 总结一下 瘦指真重 无论是你觉得身上哪个部位太细 都不要太关注这个部位 少看局部 多看整体 才是你尽快摆脱细口最好的方法 如果觉得有帮助 求三连求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